金耀壽 金耀壽我們是以法量的來這邊 開玩笑開玩笑 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對 因為呢台灣現在呢 頭髮少 或者韓國瑜說禿頭呢 是最時尚的 表示一個大家 永遠的聖者 就是這樣子的表率 好我很快的問 因為我們有時間的這個關係 金耀壽呢 在最後做的這個判斷 是認為說 很快在十年內 十年內 就可以去跟孫中山先生呢 來告這個中華民族已經復興了 到時候大家都要去這個 南京中山嶺夜嶺 現在就是國民黨回到這個大陸去的時候 要去中山嶺夜嶺嗎 不知道當時的這個狀況 到那個時候的這個狀況呢 是國共手牽手去夜嶺還是怎麼樣 好我的問題呢 不是夜嶺啊 而是在說 您認為中國在十年內 十年後 就會變成是贏過美國 那就代表著世界的格局其實是變了 就不會是兩超了 兩超多強了 那但是 恰恰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使得美國現在非常的緊張 所以他要去遏制這個中國的這個崛起 而如果說 美國願意把中國當作是一個合作的夥伴的話 我們現在就目前的情勢看起來 他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就像您演講裡面提到的 他最根結的就在於是 他對於你的意識形態 他對於你的制度 他不信賴嗎 這個法蘭西斯福山的那個歷史的終結 已經是被證明是錯誤的 就冷戰結束之後 西方的這個自由民主呢就大獲全身 不是 是因為中國的 因為中國的這個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起來了 那既然如此 他會不會 現在因為要把你打下去 美國 所以他的這個 他透過貿易戰 透過這個 其他的 就很多的這個手段 而最終就從貿易戰 因為他看你打不下去 他就從貿易戰 到新聞戰 到最後的熱戰 我還是覺得問題不大 其實美國整中國最好的時機 是八九五年 那個過了那個時機 就沒有時機了 那個其實現在已經晚了 我覺得已經晚了 那個軍事上我們不怕了 這麼講 在第一島鏈支隊 中國人民解放就是沒有對手的 這個 所以他不會走上那個 這個軍事衝突 真的 比如說中央軍委最後決定 對台東武 我覺得美國國防部 就給台灣 台灣就打電話說 上帝保佑你吧 但是您說您認為 美國不會發動這個 真正發動這個戰爭的 關鍵在的是 美國不願意 不願意在這個方面 做他的犧牲 是因為他自己犧牲太大嗎 我稍微再加一句 就加一段 那個 其實剛才我已經講過 再重複一下 就是說那個西方崛起的關鍵 是他掌握了現在製造業 那麼日本在180個非西方裡面 拖映而出也是因為他掌握了現在製造業 這個然後呢 今天我們崛起呢 也因為我們掌握了 所以當今世界有一個最偉大的事實 就是我們中國工業化 然後我們一旦工業化 我們就把工業化推到人類的頂峰 英國工業化一千萬人 美國工業化一億人 今天我們工業化十億人 這個觀點最少是我提的 這個 然後呢 後面好像 我覺得前五股呢是肯定的 對吧 會不會後無來者呢 我認為應該是後無來者 因為後面有一個國家體量會超過我們 就是印度 印度以後唯一超過我們就是人口 這個 但印度工業能力超過 我去過印度兩次 這個國家呢 它是個前現代社會的結構 知道吧 婦女地位非常低下 種新制度更生地固 這個 他需要一個毛澤東 他需要一場社會革命 不是文化革命 社會革命 真的把階級打掉 這裡面要死人的 知道吧 這個沒有這個 他就不具備自我工業化的能力 所以呢 因為我們實現了工業化 這個最大的那個底盤 而這一點他在講 全世界的知識精英 特別是中國的文人知識精英 不理解這個東西 這是中國現在的一個問題 輿論上是文人知識精英掌握的吧 這些人都不懂數學的 數字都沒有概念的 知道吧 天天在那議論啊 那個 當然最近英特網出來以後 又幫那個工科男開始反擊了啊 網上有個叫風雲學會 現在天天開始跳音樂聲的毛病 哈哈 他們挺厲害 數字一串一串的 這幫 簡單的講啊 就是說 這是最大的一個依據 就是中國工業化 那個 而且是人類工業化歷史上 最大規模的工業化 這一點呢 全世界理解的不深 而我對這一點特別重視 基於這個判斷 我認為我們中國 趕上美國的時間 比大家預期的要早 那麼 關於美國這邊呢 我覺得問題不是很大 就是美國呢 他當然是很著急 是吧 要整理啊 這個甚至會冒險 但是我估計最後 這個理智慧戰上風 因為他最後 當然我現在也在 國內各個口子開會 我是強調就是 中國要更加透明 所以就給他看 真給他看 這個我們中美呢 要搞旗戰 我們首先要避免熱戰 因為中美兩家 都是有人能力 摧毀整個人類的 知道吧 我們真打仗 全面打 打完了人沒了 是吧 這不能打的 所以熱戰要避免 冷戰也要避免 我們要搞什麼叫旗戰 就是公開旗戰 知道吧 所以呢 要透明 那個告訴他 你別共同的結果 是要輸掉的 這個我自己覺得啊 只要我們處理得好 中美呢 這幾年會吵 會鬧啊 甚至有一點小摩擦 但是我覺得 應該能度過 是我看這個 劉教授的平民點頭 顯然是 認同這個監老師說 中美雖然關係緊張 但是呢 不會 不會真的是陷入 這個休息體的陷阱 就是中美註定一戰 但真是如此嗎 因為呢 我們從過去的這個歷史來講 戰爭呢 它是最容易扭轉局 它有的時候是偶然發生的 有的時候是必然的一種 必然的一種命名 唯有發生戰爭 才能夠徹底的轉變 這樣的格局 特別是在中國 現在呢 它在對外 它所展現的這個崛起的實力裡面 有一個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最大 對西方的事情來講 最大就是 就是您剛才說的這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它是不是要做一個 模式的一個輸出 這個和傳統的宗教戰爭不一樣 但是它的有些性質上面 是很類似的 也跟這個 也跟這個冷戰的時候的蘇聯 和這個美國的這兩大集團 都是一樣的 您認為呢 就是說中國是不是要去輸出它的模式 要去 它只是一個提供給其他國家的一種選擇呢 還是要用它的這個意識形態 來去當它變成一抄的同時 它也用這個 它也用這樣子 來去統治世界的智力邏輯 從歷史上說吧 應該這樣說 我先這個 感謝那個金老師今天 他那個講演就這個 解決了我們歷史學界 對於過去幾百年 這種論述的很多 很多這個 沒法填上的一些空間 其實這個方向是一指 但它的提供的這個 非常有堅實的那個 這個理據的一種看法 我非常同意 那麼我說吧 我剛剛這個 在盧會長也說 將來弄一個比較詳細的講演 我說好 因為當時為什麼明朝 那個鄭和西洋就不下了 對 後來乾隆為什麼 我們就不搞了 因為他們對世界 沒有那種興趣去管他們 這個中國從來就是管著自己 是 我們就為了自己的吃飯 或者什麼 生活好就算了 這是農民族嗎 對 別的我們這個 以理相待 你對我好 我對你好 你來 我送你給你 我請你吃飯 我不去搞你 是吧 所以這麼說吧 中國從來沒有侵略別人的那個 那個情況 包括我們現在的老 小弟老二那個朝鮮 不是我們就打他回來了 是他一直跟著我們跑 是吧 就一直到 假如這樣 這個怎麼樣 大老 現在怎麼樣 我現在顧不你了 我們都不行了 你自己搞吧 所以後來再出去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目前這種中國的體制 是適用於我們中國的一個範圍 那麼這個 擴大一點大中華吧 那麼 往外輸出 我覺得不會發生 因為這個已經 世界已經不是原來那種世界 我是輸出一個 一個這個意識形態 讓你跟著我走 沒有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全球化了 但我腦袋不能全球化 腦袋我們還是那種 老師說對 就是儒家給我們 把腦袋弄成這樣子 很難轉回去吧 那個往後肯定要很長時間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還同意這個 因為我在美國念博士吧 美國人有一種性格 我還是挺喜歡 我挺喜歡跟老美這個 交朋友 但美國政府就難說了 老美是這樣子 他就看不起你 但你要給他看 我比你強 他就這個 哎呀這個行 就行 就這樣 他佩服英雄 他們也承認英雄 美國人是佩服英雄 還承認英雄 我有一次這樣 我是韓國史 當中一個專家是韓國史 我一個功課是4.0 旁邊贏的老美 2.0 怎麼這個老外來 英語殺了課 我就給他看了 我也看了他課 我看了就明白了 他說哎呀真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是非常同意 這個將來如果這個 在中美這個這個 較量上面 中國是佔了上風 老美不會搞這個事情 為什麼在台灣不能搞 或者不能對中國動武 從來二戰以後 兩次大戰是老美就抓緊這個機會去參加 你參加才能這個把這個 他到老 對就把那個英國 英國他們就搞垮 現在他們後來二戰以後 專門挑那個小弟弟來搞 是嗎 都不對等的 你看到那個朝鮮 到越南 一直到現在都是挑那些 沒法跟他比的人來 這個小的國家來搞 中國他是惹不起的 欸 你有打開我一個 欸有道理 我從來沒有這樣思考過 就是說 美國他 對在二戰之後 他是沒有 他在二戰 他本來就沒有是在主動宣戰 他只是在這個 戰爭之中 去得到他的這個利益 拿好處 拿好處 台灣的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很想問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 台灣的最大的風險 就在於是說 如果台灣自以為 他可以在這個 美國打台灣牌子中間得利的話 那他所面對到的最大的風險 就在於是 今天美國很容易把台灣 當作是一個肉把 就是今天他宣布了什麼事情 不管是邀請蔡英文去美國國會演講 或者是軍艦靠台 等等等等 都可以 那一旦構成了這個中國大陸呢 這個對台動武的這個理由的話呢 我覺得美國就會立刻的 就會立刻的讓台灣 讓台灣去在前線去迎擊 然後也不會像蔡英文所說的 在台灣遭受了第一擊之後 他就響應 就不會 這就是台灣的一個悲哀 好我們 時間 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你看這麼多的這個問題 哇 好 我們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三個問題 好不好 就延長一點時間 三個問題 那 好 因為今天舉手的 只有你是穿白的 來 好 謝謝兩位教授 謝謝金教授 我去門導成本 然後謝謝劉教授 有啟發性的一個演講 然後我就特別想問一下金教授和劉教授 所以今年也是五四一百周年 我特別想問一下 就是 中國 我相信 就像金教授所說的那樣 在未來我們中華民族 一定會能夠復興 以及學期 但是呢 我又害怕就是說 金教授剛剛說的 往後一九年之後 美國等國家 對我們發起輿論戰 所以 五四周年一百周年的話 就算給我們一個寫字就是說 學生運動 它有它的進步性 它也有它的局限性 那麼 一百周年我相信就是說 也可以給一個定性的結論 就是說學生 到底要不要參與到這個 學生運動 搞這個政治事件 你是要不要在這個 社會的面對 發展出一個 是 謝謝 來 你先來吧 可能兩位教授的答案 今天都要 剪短一點 這個 怎麼說呢 就是 四九年以前 這個 中共也搞過很多學生運動 一二九啊 什麼的 那個 那 我們 根據我們 大陸的觀點嘛 那都是進步運動 這個 現在嘛 就是各國呢 學生現在開始對政治 又有點興趣 就是前面我講的那個 屏幕分化啊 什麼東西啊 現在美國大學生 現在也參與挺挺積極的 這個 我孩子在那個 University 就 Boston University在讀PhD 今天應該畢業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29歲的那個 眾議員吧 就是他們同學 這個 所以現在校園 他們也挺熱鬧的 所以毛澤民他講就是 當社會有矛盾的時候 學生參與這個事情是 很正常的 我覺得 至於說他 社會後果如何呢 現在不好評價 要晚一點 那麼 從中共的角度來講呢 因為 就新中國的成立是 我們偉大的進步嘛 那個我個人也是認同這一點啊 我認為中國的歷史 就是49年花季 49年以前是農業文明 49年以後是工業文明 新中國最偉大的成就 就是把中國搞工業化 然後中國 基於工業化啊 就是真正的智利 知道吧 這個 那麼你的邏輯這樣 就是我的邏輯這樣啊 就是 49年以前 學生運動幫助了 新中國的成立嘛 而新中國又是中國 復興的必要一環呢 當然是進步的吧 現在在鬧事兒 那就要看情況了 其實這個問題 那個金老師已經說了 那個 當然我在香港 我也一直這個 面對這種 這種問題 我認為就是說 學生應該 應該多向那個金老師學習 就在一個大的框架底下 去認識那個世界 當然那個學生 對他周圍發生的事情 認識比 比這個一個口號 一個什麼的 要深入 要這個 多角度的時候 他回去再想想 要不要參加運動 那是他的事情 我覺得 應該是 保持這麼一個態度 是 謝謝 我剛才後面那位 很快舉手了 戴眼睛那位 請 請 我覺得剛才 兩位教授的影響非常精彩 當然就是金教授 我 所以上去我現在 跑去跑去跑去 我覺得 金教授的口音 我對很清晰 反正是川普還是武漢 武漢的 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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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到 金教授講到這個 我們國家關鍵是科技的畫面 然後又講到美國那邊 他現在因為全球化面臨一個 因為自由主義發展三四十年的 導致這個頻度差別很大 那我想 其實 我其實理想 蠻喜歡看小說 我就想 是不是可以把我們這個 因為高校的這個發展 我在想 是不是未來十年真的可以超過美國的高校 這我不太有信心 比如工業上玩這個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們學校裡面的那些 黨委主將 再到美國去搞這個 宣傳工作 去進行他們的這個 階級鬥戰 去評导他們工人去搞這個 這樣把兩個問題同時都解決 這是你的問題嗎 就是我可以看 還是您在發表你的看法 沒有問題 你的問題就是這個 真的是這個 來來來來 我以為您在發表你的看法 很有創意的問題 那個 就是 美國在反恐的時候 不是去打伊拉克嗎 當時呢 法國那個 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叫 《非加羅報》 確實是有一個很嚴肅的建議 說 中東這個地方的問題解決啊 就得美國和中國聯手 美國大兵把恐怖分子幹掉 然後中國的黨委書記 主持大家學習 哈哈哈哈 我說這可以解決 哈哈哈哈 就說中美呢 兩個都是流人 這個不會相互學習 就是我們最多 就做到相互容忍 對 但你要接受對方 不太可能 對 這兩個國家 某種意義上 太偉大 太偉大以後啊 也是很難處 是吧 美國看不起人 拼敵上看不起人 我研究美國35年 我經常直面的告誡美國人 他的改變 他們說改不了 改不了 美國歷史學家公開的講 就美國傲慢到什麼程度呢 說 any country ask for ego treatment is not only a mistake 這是什麼 哈哈 就向美國要評論待遇 不是錯誤 是罪行啊 是吧 那中國人流頭 說老子 五千年世界第一 哈哈 你那個上帝 上帝我不認識 我是玉皇大帝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的 所以你講的就是我們派人去啊 什麼他來啊 不限時啊 就是 中美就是能做到的最好是什麼呢 就是 live let live 就是 相互接受 對對對 我覺得最好只能做到這 再往後面走 走不了 謝謝 是 你有補充嗎 沒有 我接下去吧 我 我工作的環境裡面就是 這個 海歸跟 跟老美 這個老美是很 很這個 很看不起我們 這幾年我們就這個 把應該站在位置都站上了 老美都很乖了 現在都變得很和平了 我們是 就這樣子 哈哈 好 我們一位女生啊 那就最後的問題 來請 謝謝兩位教授 因為那個 兩位前輩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 一直在 美國讀書 包括那個政黨實習 然後有一個問題想跟 二位前輩看到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都看到 川普面臨很多挑戰 不管是挑戰憲法所引起的 十六周訴訟 還是跟中東這個核交易的 調查 也包括他很多幕僚都會面臨著 老底座穿的風險 那我可能想向兩位前輩去請教一下 您怎麼看待 明年這個 川普是否能連任的事情 哈哈 哈哈 你這習有其 更早就能出課題了 哈哈 這次不要兩岸併程啊 這樣的 就是 當川普明年能不能連任呢 首先還取決於經濟 如果經濟明年很好的話 他勝算是很大的 第二個呢 還是看他的對手方 能不能推出一個 很有競爭力的競爭者 這個現在 我看 還看不到 不行了 嗯 我看那些 那些女士都怪裡怪氣了 那不行了 那個 是吧 逗大家一樂 娛樂人物 那個 波尼桑德斯好一點 但是他太偏了 公開 主張搞美國特殊社會主義 哈哈 是吧 那些資本主義堡壘搞這個 真的走不遠了 對吧 那個 他如果能是這樣啊 兩個人出來 他們有戲 一個呢 就是Bloomberg 嗯 知道吧 前紐約州州長啊 他要是能出來 我覺得還挺有趣的 他身家450億 嗯 是吧 當著川普現在身家35億 哈哈 你錢 他就一下比下去了 這個 哈哈 就是你在這跟 跟李嘉誠 比那個先生 比錢嘛 呵呵 那不是自討回去嗎 所以他其實挺有戲的 還有一個是拜登也有點戲 對對對 但是現在問題在於哪些 這兩個老先生比較溫和 嗯 然後整個民主黨現在有一點 極端左翼化 嗯 我就覺得他們太初選出不來 嗯 是吧 他黨內篩選就踢出去了 對對對 這是個問題 所以最後 我不知道民主黨最後他們 整合怎麼樣 如果整合說這個人不錯 那麼 然後經濟呢 要差一點 那麼他們 民主黨有戲 否則的話 當然川普是很有戲的 對 千萬不要低估他啊 這個老先生呢 我們有時候把他當笑話看 這不對的啊 這個老先生作為個人啊 非常優秀啊 對 是吧 你想他父親給他五百萬 起家 他現在搞得差不多四十億 三十五到四十億之間 沒有敗家就不錯了吧 哈哈哈哈 他增長了財富 不錯吧 對 還有一個東西我特別佩服他 他不是三次婚姻吧 五個孩子吧 對 每個孩子教育都非常有 棒啊 這個太有了 你不管你是什麼長 是吧 省長 會長 你最基本的是家長啊 是吧 你還混得很好 你孩子沒出去 你心裡很難受的 對 他家長做得太成功了 所以這個人 其實非常優秀的一個人 不要低估他 嗯 我就個人認為 只要經濟還過得去 然後對手呢 不是很強啊 他是非常有限 所以 要說說這個 您很喜歡川普嘛 所以你覺得 你喜歡的 川普會不會 這個 這個人很可愛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也配合 在美國 近年那個 整個國家那個 那個 走向吧 但我是沒有條件 回答這個問題 我得到義烏去一下 這非常有道理 欸 的確是 剛才這個 當金耀壽在講 這個義烏的時候呢 我就想到說 欸對耶 呃 我們在這個 台灣選舉的時候呢 怎麼怎麼沒想 我們只會看到就是說 比如說 各個不同的 陣營的這個候選人 他哪一個的那個銷量 就說欸 比較受歡迎 他的產品受歡迎 但從來沒有想到說 我們應該到前端的那個 預定跟銷售數字 這是最好的選舉預測啊 真的是非常謝謝 兩位教授啊 今天這個精采的演講 欸 哦 大哥大哥 來來來來來 好 記者美音來 歡迎歡迎 歡迎我們是新聞界的這個前妹啊 謝謝我們今天 謝謝南威教授啊 今天給我們很多的 信息的支持 我想 因為乃京是台灣來的主持 我在問一個台灣的問題啊 因為 習總書記在這個 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這個講話當中 我發現就是 武統的這個邊界在擴大 就是以前我們反分裂法是講 這個 你獨立 那我就要打你 那現在呢 基本上是把 出筒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你如果抗拒統一 可能我就打過來 那個大概就有這樣的一個意思在這裡 而且 就是我得到的信息 我們也寫了文章 2015年 喜馬會的時候 那個 習近平就提出 要兩岸和平統一這個議題 馬上就說 這個要有條件 要台灣三百多 兩千三百萬人同意 要保留個台灣的民主啊 等等這些 那後來 習總書記講了一句 如果你拒統 我就打過來 那事實上 這個 習總書記講話當中 我也看到一些端倪 習總書記說了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但是你拒絕統一 你要搞獨立 你就不是中國人 我打你就理所當然 邏輯是就這樣的 所以我要 我的問題是問那個 金教授 那個 你剛才說希望 不要有戰爭 這個 人類和平 都有這個希望 但是 怎麼才會避免 兩岸這個 發生戰爭和摩擦 那個 而且現在看來 很難避免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 我 我觀察到 現在這一次的 這個貿易談判 這個我們也寫了文章 基本上是 中國的一手 對美國的兩手 美國的兩手 是什麼兩手呢 卵硬兼死 你在談判的時候 他軍隊 他的軍艦 開到你這個 那個 南海 那個 特朗普一會兒說 這是我的好朋友 說那個習近平 但暗下又捅下狠手 但中國現在你看 我們覺得 不斷地在釋放善意 在做很多的浪步 那未來 您說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不可能回到以前 而且是 七分競爭 三分合作 那中國 應該不會 一直冷了 那現在都是 買買買 然後在激透性問題上 也在做談判 那麼我們的底線 會實在 實在 謝謝 謝謝季先生 今天這個文章 我也老看的 那個先生挺好的 很欽佩 這個台灣電台是這樣 就是確實1月2號 其中那個講話 有一些變化 就基調啊 對台政策基調 從那個防毒啊 走向了觸痛 是吧 當然具體的方式呢 我覺得應該還是兩手 應該是軟的跟軟硬的跟硬 只不過台灣同胞呢 因為 因為焦氣慣了嘛 所以他在那個硬的方面 比較敏感 是吧 其實習總也放了很多利好信息啊 對不對 這個 但是好像台灣朋友是說 好的是應該的嘛 哈哈哈 有點那種 就是戀愛當中 那個女生的性格 是吧 好是應該的 還敢跟我翻臉 是吧 他是這個心理 這個 其實我的解讀就是這樣 就是基調 確實有變化 從防毒 走向出動 但是方式呢 其實是兩邊都有的 是吧 軟的其實也有很多利好處 是吧 只不過是大家印象 其實好像變得更強硬了啊 那個 至於說 最後的方式呢 坦白講還真不太好預測 我現在基本上還是 這個這個這個 那個 堅持我那個 16年呢 6月1號 剛才乃京那個 講的那個 呃 那其實是我們那個人大內部 給本科生的講座 不知道怎麼有個台灣記者就混進去了 哈哈 哈哈 我長得非常 長得非常年輕 我以為他是學生 知道 我就把他提問他 哈哈 應該也是個女孩 對 哈哈哈哈 那個 呃 我基本上還是這個判斷 就是兩岸關係是四步取吧 四個階段 第一步就是觀察 嗯 一年多 然後就有施壓 嗯 包括搞掉台灣五個那個邦交啊 嗯 就是施壓啊 第三個就是對抗 現在就進入對抗期 嗯 你看那個 今年那個 蔡英文那個元旦講話 其實是挺嚴厲的 是吧 什麼三個 什麼 絕部啊 四個 對 三個四個什麼的 體驗厲害的 後來其中講完話 當天好像 更強硬 非常非常強硬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進入第三階段 這個 這能持續多久我不知道 然後第四階段就是衝突了吧 嗯 這個 衝突怎麼 怎麼又衝突又不死人呢 我認為啊 就時間要長一點 就北平摩斯 北平摩斯 這個 北平摩斯可以不死人啊 對吧 北平摩斯實際上就有點條件了 就要有點實踐 嘿嘿嘿 所以如果這兩年就出事兒 那還就得懂了 就留學了 嗯 但我個人推廠 比如說還有個五年什麼的 就肯定就死不了人了 嗯 知道吧 因為有個五年代 你看我們十幾條055啊 嗯 是吧 現在已經下水 七條了吧 然後台上還有一條 馬上下水 然後下面第二批 也不會少對不對 第二批還全部上電池號的 美國人還沒有呢 領先美國十年 這是巡洋艦啊 告訴大家 055和歼二年 其實就是五百年 我有這大兵群 為什麼 特別是有邏輯的啊 過去五百年 一直是西方國家 在軍事裝備上壓制北西方 對不對 包括二戰 日本的巔峰是 二戰的大日本帝國吧 但日本的裝備在二戰 是比較差的 對不對 軍迷都知道那個 四五年八月八號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 是不是一個禮拜 把八十三萬觀眾軍收拾了 對對對 蘇聯的T-34 打日本的坦克 像切豆腐似的 對不對 當時咱們國家 因為是農業國家嘛 我們慘啊 日本坦克打我們 無論是打國民黨 還是打共產黨 我們都是靠人力去擋啊 真可憐啊 這個就是 我們就是土炸藥包嘛 人往上衝嘛 所以田漢先生講那個 以血肉臨結著長城 冒著敵人炮火前進 那是真實的情況 知道嗎 不是文藝青年的想像 真實的 我們多慘啊 那個時候 用人肉頂坦克 對吧 就是我們工業落後嘛 但是蘇聯打日本很輕鬆吧 特三是打日本坦克很輕鬆 但是軍民的政治 應該知道 特三是對付 德國的虎式打败 對不對 基本上交換率 三十兩換一兩啊 後來因為德國什麼呢 美國老伙們炸他 他沒東西生產了 他裝備很好 他沒東西生產了 他最後數量給打败了 知道吧 所以你根據這個 這樣一些基本事實可以看得出來 德國美國裝備是最好的 對不對 蘇聯差一點 日本差一點 我們最差嘛 他是這麼一個等級 所以非西方 在過去五百年最厲害 就是日本那一次嘛 對 跟西方的主戰裝備差得很遠吧 但是今天我告訴大家 我們的歼二零啊 跟美國的F22 應該講是可以交受的 實際上唯一能夠對付F22的 就是我們歼二零 就是他賣給日本啊 韓國啊那個F35 那是水貨 那個是你那個騙錢的那個 不是玩具 他也挺厲害 但是他搞病我們歼二零 那個 這個是不得了的事 這是什麼意義呢 歷史學角度來講 這五百年第一次有一個 非西方國家的主戰裝備 跟西方是一樣的 至於說055 現在交了兩條了 是吧 南插件和那個拉插件 051下水 就是當年世界最好的武器 知道吧 它的綜合作戰能力 世界第一 美國阿利伯克爾 搞不贏我們 美國有一款比我們好 低低接一千 大家軍迷知道吧 科幻般的是吧 這個 但是那個太好了 太過先進 無法使用 它叫全電推動 它出去 巡迴一圈 回那個 諾福克港啊 走那個 巴拉馬玉河 沉到水裡面去了 從來就不敢開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能實戰的 隨便見證 我們是最好的 所以什麼概念呢 大家要知道 只要我們實現了 現代工業 什麼東西都找不出來 就這個時間 就這個錢的問題 然後呢 再給我們幾年時間呢 十幾條巡洋艦 然後 四到五條 我們三號艦 四號艦 肯定是電池彈射嘛 電池彈射效率是 正氣團是高百分之五十啊 在殲二零再上艦 非常先進的 那個時候美國肯定不回來了 知道吧 只要我那個架式 往那一擺 沒有說 上帝保佑你算了 我不來了 哈哈哈 我過去台灣兄弟們 那個時候就改了 對 我覺得最後和平節目 就是 它有一定的武力威懾 但是 應該是不死人 但是這個前提是這樣 就是 這兩年 台獨和那個 美國右翼啊 不要河流 如果他們河流 搗亂 那就可能死人 死人 死人就有一點 一流問題 如果人跟我們 從容在搞幾年時間 最後是不會死人的 謝謝 是 謝謝兩位 謝謝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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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和平的局面 就是再難 也要維持和平的局面 這就是 剛才提的時候說的 他們要的是一個 自由而和平 而不是要去犧牲 這個自由 或是什麼 來換取和平 就是這應該才是 所有的這個領導人呢 作為他的最崇高的 這個道德使命 希望金教授的預言 不要發聲 希望呢 在無論這個 國際局勢呢 如何的風雲變幻 無論在台灣內部的 這個政治形勢呢 還在美國的刺激之下 有如何的 一些挑釁的行為呢 都能夠有一個 高度的這個克制 要這個 靠兩岸領導人的這個 智慧 要靠人民 也要靠非常 很重要的 要靠民眾 要非常自覺的 以一個維持和平 作為我們最高的這個使命 非常謝謝兩位教授 也謝謝所有的 在場的這個朋友們 我們通常呢 都是因為 我們通常都是因為 演唱會欲罷不能 所以說呢 才會一再的延長 有沒有 所以呢 今天呢 參加論壇 大家還這樣子一再的延長 而且都沒有走 顯然我們今天兩位教授呢 就是我們 這個學術圈的 兩位超男 非常謝謝 謝謝 甚至少 謝謝